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洛杉矶两警员车中遭伏击 悬赏十万鸡凶的新闻 洛杉矶两名警员在巡逻车中被一名枪手伏击 当局现在悬赏十万美元 请求公众帮助寻找枪手 当地治安部门表示 这两名警官 一名31岁的母亲和一名24岁的男子 周六晚上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正在与死神搏斗 截至周日 警长维拉牛娃表示 看起来他们将能够恢复 他还说 我们将看到长期影响 还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影响 但他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幸存了下来 当地警官宣布悬赏十万美元缉拿凶手 洛杉矶县治安部门表示 枪击事件发生在周六晚上快七点的时候 地点是康普顿的运输中心 警官维格纳称 枪手走到了警车乘客的一侧 举起手枪向两名警员开枪 当地警察部门在推特上发布了 枪击和枪手逃跑的视频 维拉牛娃表示 这是一个沉重的提醒 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言行都会带来后果 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因为 人们不喜欢执法而变得更加容易 这让我很生气 同时也让我感到很沮丧 警长说两名警员于14个月前宣誓就职 特朗普和拜登等人都谴责了这次袭击 特朗普周日在拉斯维加斯对一群支持者说 当我们找到那个人的时候 我们必须加快与法院的合作 我们必须更加严厉的判决 拜登称这起枪击事件完全不合理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称 针对警察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和暴力 是不可以接受的 令人愤慨 而且完全不利于美国追求 更大范围的和平与正义 那些为此类袭击欢呼的人的行为 也是如此 民主党众议员西夫的选区 包括洛杉矶县的部分地区 他谴责这次袭击是懦弱的 西夫在推特上写道 每一天执法人员都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以保护我们的社区 我希望犯下这次懦弱袭击的招事者 能够被迅速生之以法